大家好我是芊芊 我還沒有想到我的副頻道開頭應該要怎麼講 今天呢我要來做 因為上次過年回嘉義 過年去嘉義的時候呢 喝到的時候就覺得是天哪也太療癒了吧 所以今天特別查了食譜 決定自己來做做看 材料在這邊 山藥 香菇 現在已經泡水了 然後剝皮辣椒跟雞肉 還有老薑 其實我查一下材料真的很簡單 但不知道我可不可以做成功 我來試試唄 先來備料切薑 其實要煮比較注意大火 所以薑應該是可以多切一些 雞肉 切一下它 我其實比較喜歡吃帶骨的那個 雞腿排 因為我覺得好像喝雞湯的時候應該要 然後帶骨的吃起來就有感覺 不然的話就是要全雞 可是全雞齁 太會切 稍微切一下就可以了 所以我現在學起來了 好 雞肉好了 香菇 泡軟之後我個人其實會把這個蒂頭切掉 因為它比較硬一點點 不過就看你個人 可以接受它的口感 然後我稍微切一下 還沒泡軟 通常這個其實我也會一起丟下去煮湯 只是說它的口感就會比較硬一點點 就會另外把它切掉 給喜歡吃的人撈起來吃 通常都是我哥負責把那一塊吃掉 好 這個湯記得不要倒掉 這可以留著 因為等一下煮湯的時候可以一起把它倒下去 香 切山藥 山藥要記得戴手套 因為山藥 土手切 手會紅 塞的 可是有 下水人的 鍋餅呢 如果沒有要戴手套 其實也可以熟之後再去皮 因為它加熱之後就不會有那個 黏黏的液體會上手 就是會讓你的皮膚癢癢 好 完成 來 先汆燙一下雞肉 姜片 然後剛剛汆燙好的雞肉 以及剛剛泡香菇的香菇水可以一起丟下去 然後先倒薄皮辣椒的湯汁下去 先倒個 半罐好了 其實我量子的很多耶 應該是可以用整罐 我倒整罐下去了 蓋上蓋子 燜一下 煮一下 時間到了 把它打開 就可以放香菇跟山藥 把投入香菇跟山藥 香菇 山藥 再煮個五分鐘 擺上 接下來呢 五分鐘過後 再把這個 剝皮辣椒全部投入 它上面其實有寫說 一整支的那個 如果你今天是煮一整支的話可以投整罐 融入之後 再淋一少許的米酒 少許就好 我知道我少許有點多 因為我個人不太會這樣 不是這樣 不是睡眠 就是不太會控制它的量 稍微攪拌一下 蓋起來 再煮個一分鐘 好了 先來試一下它的味道 來試試看味道怎麼樣 現在看起來 超成功耶 先來喝一口看看 超成功耶 好好喝喔 我的媽呀 來 先看看這個山藥有沒有 是不是軟掉 有… 等一下 山藥 發佩了成品照 也太好喝了吧 嚇死人了 薄皮辣椒湯 Oh my God 我現在真的是 不得了耶 吼 這支香菇切得有點臭 好喝炸開耶 可是現在 我本來是想說 因為冬天喝薄皮辣椒是要太療癒 但是今天天氣很熱 今天27度 什麼意思 冬天呢 去哪了 來喝一下 來喝一下 就是整個超成功 看一下我用的這一碗 我跟你講我把它裝… 裝扮超漂亮 有沒有 但我的香菇切得有點醜 就是…對 沒關係 先這樣 把它塞回去 看這個肉 唉唷 撈不起來 來 因為其實我查食譜啊 它是說先倒那個薄皮辣椒湯汁下去 之後呢再倒薄皮辣椒下去 就是煮到最後… 就是最後五分鐘的時候 再把薄皮辣椒丟下去 你知道為什麼嗎 因為如果你把薄皮辣椒先丟下去啊 它就會變得沒有那麼脆 因為它現在的口感是脆的 所以是要厚丟 厚丟 厚丟 因為湯汁可以先下去煮湯 然後薄皮辣椒最後丟 你就可以維持它 雲油的那個脆脆的口感 嗯… 如何…如何… 你老實說 很不錯欸 是不是 很不錯欸 有點驚訝 Oh my God 三藥要在最後的五分鐘 再把它丟下去 因為它很容易化掉 然後三藥要切大顆一點點 才不會糊掉 很驚訝欸 我真的是 再度被我自己的處理給震懾了 好燙喔 好燙喔 好啦 大概就是這樣 大家有興趣的話 有機會可以再加來自己做看 因為我覺得很好喝 然後 比例的話就是 依照我的比例稍微縮減一下 就是大概是個人 我就煮… 這… 這量煮個人的人有點難欸 好大概就是這樣 掰掰